穆国新来到了吴燕的办公室,听吴燕就乡里下一步的工作做了汇报,穆国新感到啊,这个女乡长工作思路极为清晰,能够抓住重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,也是一个肯干实干能干事的人。 告别了乡政府的干部们,穆国新又乘车向小田他们家村里驶去,一来到田家村的村口啊,只见得嘿呀呀的一片人已经等候在那里了,他们一见到穆国新的车开了过来,就立即鸣响了鞭炮,村里的秧歌队扭起了奔放的西北大秧歌, 在车前面一边扭着一边向小田家里走去,穆国新见到这种情景,就从车里跳了下来,他一边和四周的百姓握手,一边从那些远一点的群众招手致意,整个田家村就像过节似的那么热闹。 这个时候,一个五十多岁的庄家汉子挤了上来,双手握住穆国新的手, 穆书记啊,俺哥把你给判来了,俺就是小田的爸,你要来俺们家做客的消息啊,乡亲们早就知道了,一大早就在这儿等着,你能来俺们村,是俺们全村老少爷们的福气啊, 穆国新知道这位就是小田的父亲。 穆国新和他握着手连忙问号,这个时候又听见乡党委书记李维新也挤上来和穆国新握手, 穆书记,你好啊,今天一大早乡亲们就把我从乡里叫来了,说让我来陪陪您这位最尊贵的客人。 穆国新这才知道刚才在乡里为什么没有看到他。 就这样一路欢腾着,穆国新随着众人来到小田的家里,只见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,但是收拾得极为干净。 靠东面的厢房,门前是弃好的两个灶台,其中一个灶台上用笼屉正睁着摸摸, 从院外就能闻着那种香甜的麦香味。 在灶台旁边的架子上挂着一整片的猪肉和杀好的鸡鸭鹅等,两个大师傅模样的人正在那忙活着, 几个农村的婆娘跑前忙后的给这两个人打着下手。 院子的西面摆了几张大大的八仙桌,穆国新被众人簇拥着进了正房,正房里也摆了一张八仙桌,也就是农村人家说的主席吧。 大家把穆国新让到了主位上坐下,又把李伟新让到了穆国新的身边,其他人这才一一谦让着坐了下来。 穆国新另一边的位置坐着一个看起来七十多岁,留着山羊胡子的老人。 这个老人可能是读过几天私塾的原因,说起话来知乎者也,令人发笑。 书记大人,光明寒色,使我等小民甚感荣光,此乃我田家之姓氏也。 这个老人说完之后,还朝着穆国新拱了拱手,惹了大家一阵的大笑。 小田端着茶壶,依依给大家侦查,这个时候也笑着说道。 三叔爷,这都新社会了,你就别咬闻嚼字,知乎者也的了,也不怕人家穆书记听着笑话。 穆书记是新社会的官,是人民的官,不是过去的县官大老爷。 您就放心大胆的和他说话,说错了他也不怪您,更不会让牙医打您的板子。 穆国新笑了笑,老人家啊,小田说得对,现在当官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。 我和他,说着穆国新指了指李伟新。 我和他都是做人民的官,您就不用客气了。 呃,既如此,老朽可就放肆了,哎呀,还是当今世道好啊,这要在过去县他爷下乡,那可是得名罗开道的。 啊,小民见到都要磕头行李,一个看不顺念,就得拿下去打板子哦。 小田的三叔公刚一说完,又惹起大家一阵的哄堂大笑。 呃,敢问书记大人贵庚啊?老朽也颇动一些像术之说,今日一见书记大人天庭宝满,低格方圆,山梁玉亭,梅玉之间带有一股英气, 非大福大贵之人,不能有此像啊。 日后,书记大人必将封降路向,前程过于不可言啊,书记大人来往宝和县后开山取水,修建公路,整修孝舍,此乃造福一方百姓之善举,被众百姓称为福姓书记,也是名副其实啊。 这顿饭啊,在这位老先生插科打魂之下,宾煮尽欢,外面桌上的人都是一些村里的长者,纷纷进来敬酒,木窝星是来者不惧,喝得低酒不胜,使大家又对这个福姓书记平添了一份敬重。 特别是当第一龙白面膜端上来的时候,气氛更是热烈到了极点。 那个老先生,双手捧起了一个白面膜膜,恭恭敬敬递到了穆国兴的面前,又想咬文嚼字的说话,却被旁边坐着的小田的父亲抢先开口了。 木书记啊,我三叔给你拿的这个膜啊,是阿门家今年种的小麦蒸出来的第一锅第一个馒头,你尝尝,看看香不香。 那个老人刚想说话,被小田的父亲抢先一步,一肚子准备好的话没来得及说,心里正不痛快的。 此时见到穆国兴双手接过了馒头,又忙说道, 妙爷,二娃兹此话甚当,此举甚妥,想我宝河县自乾清河水改道,就再无小麦之产出啊。 今天天将福姓书记来我县,河水诚心流过,此乃福姓书记,比天高之伟业啊。 今日一个嬷嬷,理应由福姓书记先品尝,一表我等小民静慕之情啊。 老人说完这番话后,高兴的福长大笑,又惹得桌上的客人跟着笑起来。 反后,穆国兴不失时机地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,送给了小田的父亲,又告别了热情的众家乡亲,向县城驶去。 穆国兴发现车上多了几个袋子,鼓鼓囊囊,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 小田看到穆国兴注意到几个袋子,就笑着说, 穆书记,乡亲们看到你今天只吃了我们家的嬷嬷,没有尝一尝他们家的,就有点不高兴,非让我带上了给你回县里再吃。 我哪儿带得了那么多呀,只好一家拿了一个,不拿谁家的都不高兴,我这也没办法呀。 小田啊,等你再回家的时候,一定替我好好谢谢众家乡亲们,你可不要小看这几个魔呀,这是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一片心呐,这也是他们对我们今后工作的鞭策呀。 从这件事情,我更加感觉到了压力,我们只有更加努力,才对得起这些善良的老百姓啊。 穆书记,乡亲们让我问一问您,你还有不到半年就要回京城了,这任期满后,能不能继续留在宝和县呢? 他们说了,像您这样的好官可是难找啊,但像您这样的好官,是我们宝和县人民的福气啊。 小田啊,我是党的干部,到哪儿,这是要服从组织分配,不是我一个人想到哪儿,就到哪儿这么简单的。 你告诉乡亲们,请他们放心,即便是我离开了宝和县,上级也一定会派一个好干部来的。 穆国星说完这句话,再也没有说什么,他在思考着自己在剩下的几个月里还要为宝和县的人民做哪些工作,才能使宝和县的经济得到一个持续有效的大发展。 星期五下午召开的县委常委会议上,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议题。 一个就是增补一名县委办公室主任和一名副主任,这第二就是校舍改进工程中遇到的问题,第三就是研究减免中小学部分学杂费的问题,这第四个问题是提高荣誉伤残军人补助标准的问题。 对于这四个方面的问题,也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间了,一个县的县委办公室目前只有一名副主任在主持着工作,确实有点不像话。 在这个问题上,穆国星并没有想过多发表自己的意见,自己距离离开宝和县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,他也不想再参杂到这些人事纠纷当中。 但是呢,由于在书记会上县长和胜利和副书记拱卫新的分歧比较大,各之一词,所以只好拿到常委会上进行讨论了。 这次组织部门考察的人员一共有三名。 第一,是山前乡的党委书记毕强。 第二呢,就是三良乡的乡长吴彦。 第三个,选的是财政局的副局长王振青。 对于这三个人,明眼人都知道,只有毕强和吴彦才是县委班主任的竞争者,至于王振青,他才是一个副科级。 相对来说,资历还是比较浅的。 在组织部部长岳海山把三个干部的考察情况进行了介绍后,会场里出现了一阵沉默。 所有的常委都低着头,拿着笔,在本子上话来话去,就是没一个人发言。 沐国兴率先打破了会场的沉默。 哈哈,大家都谈谈吧,刚才海山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,这三名同志都是年富力强,有较强工作经验的干部。 我还是那句话,只要他符合党的干部任用标准,又是一个能干事,干实事的人,我们就要对他唯以重任。 新的政法委书记李青山是第一次参加会议,这个航武出身的汉子根本对常委会上那么多条条框框搞不清楚,但是他只报定了一个宗旨,那就是木书记要是支持的, 他就坚决拥护,那么木书记不支持的呢,他就坚决反对,他的眼睛一动不动的盯着沐国兴,想从沐国兴的脸上找出点什么,结果足足看了十分钟,硬是没看明白沐国兴到底支持的是谁。 心想,这位沐书记年纪轻轻,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定力呢? 这个时候,组织部长岳海山举手要求发言,在得到了沐国兴的允许后说道, 既然大家都不说,那我就先说两句,对于这次干部的考核情况来看,我个人认为, 吴彦同志比较适合担任县委办主任的这个职务。 岳海山说到这儿,一边端起了自己的茶杯,一边看了看沐国兴的脸色,又继续说。 我的推荐旅游如下,第一个是这名同志在担任三粮乡乡长近三年的时间里,工作扎实,能够吃苦耐劳。 第二呢,团结同志,但是呢又不拉帮结伙,搞宗派主义那一套。 第三呢,他工作细致,思维清晰,能够较好的领会上级领导的意图。 所以我认为啊,吴彦同志担任这个县委办主任,是比较合适的。 慕国兴听到这儿,就知道,这个岳海山对何胜利的工作还是支持的。 他这一发言,纪委书记李维敏也说道,嗯,吴彦同志确实是不错。 我们纪委这几年来,接到一些群众来信,或多或少的反映一些干部工作作风和其他的问题。 但是啊,这些来信中,没有一封是针对吴彦同志的。 当然了,我也不是说纪委收到来信反映的那些同志就不好,没有来信反映的同志就是好。 这样也不符合一分为二看问题的辩证法吗? 一个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长都发言了,那么作为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的何胜利, 也不能不表态了。 嗯,我来说两句吧。